委员准备 以文明 法治 多元 包容文明与世的香港 竟然成了火光冲天 砖头乱飞 蒙面暴徒横行的战场 一群自称爱香港的人 把香港楼栗的遍体鳞伤 一群高喊自由的人 不断侵犯他人 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群秩序为民主斗士的人 不允许不同政见者发出声音 一群分享着一国两制巨大红利的人 供乱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在这场旷了持久的动荡中 街头战和豫冷战同时进行 说明一名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 我从一开始就主动参与了这场预论战 撰写了230多篇政论文章 在《大公报》等香港主流媒体刊登 与反中乱港势力竟然坚决的斗争 这些政论文章大致分为四类 紧扣一个理智 讲好一国两制的硬道理 紧扣一个法治 阐明法治底线不可预言的大原则 紧扣一个情字 唤起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真情感 紧扣一个梦字 揭发香港同胞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精气神 唯有一路走来 才智步步艰辛 当我用鼻围刀 同乱港势力做坚决斗争之时 恐怖主义的阴云也出现在我的头上 反对派不但威胁我 我和我的家人的各种资料被起底和网上传播 我不断收到恐吓 骚扰电话 甚至有门上门进行洞瞎 他们想一直打救我的士气 划解我的意志 可我不怕 因为在我的背后是我们的北京 是伟大的祖国 越是针锋相对的斗争 越令我感到香港爵士的复杂性 严重性 回归23年了 但香港民众甚至有些工作人员 对一国两制的认知还有巨大偏差 港独的言论能有一定市场 这启示我们 要坚定一国两制的自信 该坚持的 一定要坚持 该做工作的 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彻底铲除港独势力的深层土壤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